嗨,こんばんは,こんばんはです 今天呢,我们又来就是文法的部分了 那今天呢,依然还是跟大家分享好用的一些And It的文法 所以大家不要错过今天的内容了 好的,那我们来看一下今天呢 会来跟大家分享的就是这个MotoMoto的 那之前也是有跟大家分享过 那今天呢,有一些就是比较省略的用法 那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视频内容吧 好的,那我们先来看什么是MotoMoto MotoMoto其实它本来就是有一种原本或者是根本的意思 那如果我们用在文法上来说 就是我们在看待这件事情的时候呢 原本就没有抱着太大的期待 比如说你在处理一些事情或者是进行比赛的时候 本来就没有抱太大的期待会胜出会成功 所以呢,失败也没关系的意思 就是你的心态已经是有那个心理准备的 我们讲MotoMoto 反正也不会赢啦 反正失败失败嘛 反正怎么样就是那一种感觉 我们才会用MotoMoto的 那这个结句词非常简单 因为它是用Tekkei 所以一律的全部我们都换成Tek 动词的话用Tekkei 意形容词的话换成Kutei 那那形容词跟名词我们用Dei来接句子 好的,那我们马上来看一下第一个例子 MaketeMotoMotoDato 挑战者のつもりでのぞみました MaketeMotoMotoDato 挑战者のつもりでのぞみました 所以这个呢 它是用在MaketeMotoMotoDato 那Makete就是失败嘛 MotoMoto就是我们讲 原本也就没有抱着太大的期待 就是失败就失败没关系这样子 输就输这样子 MaketeMotoMotoDato 挑战者のつもりで 这边呢 挑战者就是挑战者 那つもりで就是 以一个挑战者呢 去面对就好了 这样子 挑战者のつもりでのぞみました 这边呢 のぞみました 就是面临的意思 のぞむ 就面对 面临一件事情这样子 所以这个呢 它就是先在前面先说 MaketeMotoMotoDato 就失败就失败了 也没有抱太大的期待 所以呢 就把当作是挑战者的 这个 这个角度 去面临 去面对就可以了 这样子 没有太大的这个 我们讲的失心 就是你这个胜负的 那个心态 太重这样子 MaketeMotoMotoDato 挑战者のつもりで のぞみました 好的 接下来呢 我们来看第二个例子 那这个呢 会比较简单理解的 試験の前に 全然勉強していなかったから OchiteMotoMotoDato 所以这就比较简单 它就说呢 在考试前 試験の前に 全然勉強していなかった 完全呢 没有复习 没有问习 这个功课 或者是考试的 这个范围 所以这是它的原因 いなかったから 所以呢 OchiteMotoMotoDato 就是呢 会这个 我们讲的 不合格 会这个考试落榜 也是 在预料之中的 就是原本就没有太大的 这个期待这样子 OchiteMotoMotoDato 就原本 照着原来 它就是会落榜 没有太大意义 所以这是可以预想得到的嘛 因为在考试之前 完全没有复习功课 那你的这个成绩呢 会不好是 当然です 当たり前です 所以呢 这边它就用这个 OchiteMotoMotoDato 就根本就可以 没有办法太大 喜欢就是 我考完了 我也不会觉得 我自己可以考到很好 所以MotoMotoDato 它已经有心理准备 一定会落榜 这样子 試験の前に 全然勉強していなかったから OchiteMotoMotoDato ダメ元で お母さんに言ってみたが やっぱりダメだと言われた ダメ元で お母さんに言ってみたが やっぱりダメだと言われた 所以ダメ元で 就是我们刚刚说的 就是呢 知道不行 但是呢 死马当火马一 お母さんに言ってみたが 就和妈妈 试试说看 看来允不允許 我做件事情 或者是让不让这样子 但是结果呢 やっぱり ご覧の还是怎么样 ダメだと言われた 到最后呢 妈妈还是对我说 不行 还是拒绝了 虽然我知道 这个成功率不高 但我还是想去试一下 跟妈妈说一下 结果呢 还是被拒绝了 ダメだと言われた 这样子 大家明白吗 所以这个呢 就是我们讲的 ダメ元元 还是去尝试的一个用法 是最高等级,最难的那一个 所以ダメモトで 就是一抱着使满当火马鱼的心态 就去尝试去讨论N1 如果失败了,也就接受 因为都知道自己可能真的没有到那个程度 这个得失心也不会太重 但结果是好的结果 合格したの 结果就合格了 所以合格这个就是比较惊喜的一个部分 所以这种状态也是会有的 就前后还是会有成功的例子 ダメモトでN1を受けたら合格したの 好了,接下来就是今天的最后一个例子 やらないで公開するくらいなら ダメでもともとやるだけやってみよう やらないで公開するくらいなら ダメでもともとやるだけやってみよう 所以这个其实他没有太多的内容 他只是说呢 やらないで公開するくらいなら 这个是一个假设 他假设什么呢? 他假设如果你不做的话 やらないで公開するくらい 你会后悔的这个程度 就是呢,你现在不做 待会你就后悔自己 干嘛刚刚就不去做这件事情呢? 如果是会令到你后悔的这种程度呢? ダメでもともと 就是呢 知道自己不行 但也就去做啊 就是不要让自己有遗憾嘛 不要让自己有后悔的机会嘛 所以ダメでもともと 就是他这个完整的句型 那后面的这一句 やるだけやってみよう 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去尽情去做吧 尽情去完成 你要完成的事情 这样子 やるだけやってみよう やらないで公開するくらいなら ダメでもともと やるだけやってみよう 好的 以上就是今天跟大家分享的 这个N1的文法 何々てもともとだ 或者是我们可以用这个 ダメでもともと 省略的话 就是ダメもと的这种用法 那其实算是蛮实用的 在生活上 因为我们经常会说嘛 我们现在的生活 都是蛮消极的 就是说 反正也没差啦 就是常去做 自己想做的事情嘛 不要留下任何的遗憾嘛 搞不好可能成功呢 我们就可以用这个文法 来加入你的巨型当中了 那如果大家不确定 要怎么去使用的话 可以参考的 刚刚所给予的那些例子啦 好的 那我们今天教训视频 也到此结束 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影片内容的话 不要忘记 给我一个大大赞 然后分享去给你所有的朋友哦 那如果你有没有订阅他的频道的话 一定要订阅哦 这样子你就可以第一个时间 说他们直接行动它啦 那我们下个影片再见吧 Otsuka-samaでした またね Bye-bye by bwd6 by bwd6